法庭旁听规则 法庭应设旁听席 并得编定席未耗赐 除以法禁止旁听者外 均许旁听 第3条 法院未维持法庭秩序 于必要时的斟酌法庭旁听席未知多寡合发旁听证 法院决定合发旁听证之法庭 无旁听证者不得进入法庭旁听 旁听证应依请求旁听者登记之先后次序合发之 旁听席如有空位的随时合发旁听证 合发旁听证时 应命请求旁听者提交国民身份证或其他证明文件查验 并得登记姓名 住所备查 所提证件于交还旁听证时发还之 法院合发旁听证者的规定 旁听人应于开庭前十分钟进入法庭 依序就坐 第4条 法庭的设计者旁听席 专攻记者旁听 第5条 旁听人出入法庭及在庭旁听 应受审判长及其他在法庭执行职务人员所谓有关维持法庭秩序之指示 第6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论有无旁听证 均禁止旁听 1.酒醉 适用毒品或其他管制药品 迷幻药 或精神状态异常 2.携带枪炮 弹药 刀屑等有危险性或其他不适在法庭持有之物品 3.为精神判长许可而携带摄影 录影 录音器材 但携带具有上开功能之电子机具已关闭电源 或调整为静音 3.震动模式者不在此线 4.悉同未满十岁之儿童旁听 但精神判长许可者不在此线 5.其装衣服或衣履不整 6.拒绝安全检查 7.其他认为有扰乱法庭秩序或影响法庭庄严之余 7.旁听人在法庭旁听 应保持肃静 并不得有下列行为 1.大声交谈 鼓掌 喧哗 2.向法庭摄影 录影 录音 但精神判长许可者不在此线 3.吸烟或饮食物品 4.对于在庭执行职务人员或诉讼关系人等加以批评 嘲笑或有其他类似之行为 5.其他妨害法庭秩序或不当之行为 8.审判长立庭及宣誓判决时 在法庭之人均应其立 9.旁听人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他不当行为者 审判长的依法禁止其进入法庭或命其退出法庭 必要时病的命看管制必停时 旁听人违反审判长维持法庭秩序之命令 阻止妨害法院执行职务者 审判长于致指前的加以警告 第十条 旁听人或其他人于开庭前 如有违反本规则之规定时 由在法庭执行职务人员处理之 如有一议时 应报请该法庭之审判长裁定之 第十一条 本规则有关审判长之规定 于受命法官 受托法官执行职务时准用之 第十二条 本规则自发布日施行 本规则修正条文 除中华民国105年3月14日修正之条文 自105年5月2日施行外 自发布日施行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法庭 Aaron 7986